你假设你的前提是你已经懂义辅了 你看像刚刚我就没有跟你解释 因为义辅它是一个判断 它是一个条件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先放成立 还有为什么它就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成立 一个不成立 对不对 好那这些都是需要解释 但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假设你们都会 所以我根本就这个参数 怎么把我连介绍都不想要介绍 好那我建议各位 你用Power BI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它已经内建功能内建按据了 好我教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请问我现在是不是要写一个 分类就是针对针对这个每一笔的纪录这个108年1月我这边是不是要把它分类为没有疫情对不对 我现在要做这件事 那如果下面一点点 例如说109年109年跑去哪了 反正就是假设你看到109年的5月我后面我就要把它分类为全球疫情对吧 这个动作还是叫数据清理 有听懂吗 这真的真的也就是 各位要知道其实数据清理还蛮重要 来怎么做这件事 请用数据正规数据清理来去做 所以1点选常用 2这个转换资料 然后请选进口 请选进口 我进口里面是不是要针对每一个这个这个日期 针对每一个进口日期2来去分类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请用新增资料行 用功能哦 我刚刚说你就不用在那边打什么等于衣服什么什么不用了 你要找到功能就好了 条件资料行 就是他针对衣服他已经特别写出一个功能了 好请点条件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底下的条件资料行 对因为你要对到那两个 所以等一下我可以帮你去对 这边请把那个新资料行的名称你要设定好 你要叫什么 疫情分歧 对不对 疫情分歧 可以吗 我现在等于说我要新增一个栏 新增一个栏就是这件事 加入条件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 如果 如果 我是不是有一个进口日期2 如果 进口日期2 小于 因为它是日期 所以它只有之前之后 之前 对不对 之前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要输入一个日期 对不对 这是什么日期之前 对吧 如果你也不会输入2020斜线1斜线1 那你就用日期这样选 可以吗 选这个日期 这我想大家一定都会选 而且不会选错 好 所以这边请选到2020 2020 的1月1号 可以吗 可是 可是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这边可能会有等于的问题 刚好等于那一天 就是包含跟不包含 所以如果说你 你担心 那你就输入2019年的12月31号就好 对不对 好 所以建议你也可以这样输入2019年的12月31号 可以吗 那输出的内容 输出内容叫做吴义琴 之前变选之前或等于是不是就比较之前 因为一样 我只是要特别告诉你 因为之前 到底之前有没有包含那一天 对不对 这个真的念中文的人 他就会觉得你没有包含那一天 听得懂吗 是 是的 好 再接下来 假设 假设你今天你还要再写别的 你就可以新增 对不对 新增子句 可是现在我们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什么 这叫全球疫情 可以吗 然后确定 这样我就等于说已经做完了 艺术的教学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跟原本我想用艺术来去写 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他这边做成功能化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吗 最后就只要按一下确定 你看这边 我是不是有什么 疫情分歧里面 他就有两种 一种是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